現在請陳偉業議員 武主席 我想首先要處理的就是 因為這涉及討論到你是否應該主持這個會議的議程 跟你有直接的關係 主持這個議程 我動議會不會由副主席主持較為恰當呢 我現在也有需要將這個 因為根據我們的議事規程 我們可以所有的事項都交給委員會決定 所以現在我將陳偉業議員 我現在將這個題目提一提給大家 就是主席不能再處理陳偉業議員提出的議案時主持會議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作為一個比較公道一點 因為如果大家都得到委員會支持陳偉業議員這個議案 提議主持人要改 我是會尊重大家的意見的 沒問題 好了 我現在就正式提出 不阻礙大家的時間 就是提出 主席不能再處理陳偉業議員提出的議案時主持會議 這個付席表決 要求發言才要解釋 主席要求發言才要解釋 不 現在就是主持而已 不需要 不 這個也要有理由的 不 待會到時候 大家清楚 這個下一步就給你有機會發言 現在是主持不主持而已 現在問題就是一個很簡單 我再讀一次 剛才就有人表示了 包括陳議員在內都表示清楚的 是不是一個主席 請大家靜一靜 我現在處理的就是 陳偉業議員剛剛提出一個 我們需要處理的 就是主席不能再處理陳偉業議員提出的議案時主持會議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 也都很清楚的一個提議 這是一個提議 任何事情我們都交給委員會可以作出決定 我現在就不想展開了討論 因為待會我們有時間討論的 這就是少許時間解釋給公眾主導 你清楚我清楚 七百萬市民在電視機的旁邊 你必清楚的 如果有不清楚的 現在舉舉手 哪位不清楚 是 關於問題前